天秤的朋友 是否等了很久呢 天秤的朋友 天秤的朋友 一向就是他們 他們最重要是人際關係 但明年是他們非常好的一面 如果你是很想拍拖的朋友 因為他們戀愛愛 我覺得他們明年是最強的 講到戀愛之前 我先講事業 即是工作 他們明年工作上 有很多長輩的貴人 可以提攜他們 特別是年紀較大的長輩 或者地位較高級的上司 老闆 可能會看得起你們 如果你們的工作 是關於創意、創作、靈感的事情 我覺得更好 尤其是做大機構 設計、Lifestyle、表演 舞台、親子、音樂、演員 所以你們工作內容 講求美感、包裝 或者創作的範疇工作的朋友 你們出面就是你們的舞台 就算你們不是做 我剛才所說的職業 你們的工作主要是發揮自己的創意 最重要是長科 你們是更加得到訊息 戀愛愛是你們最強的 留意 慈望 每年都有些朋友會去到一個運 明年就是競爭 是桃花年 是桃花年 記緊把握對你們發展對象的機會 不要走流眼 平日你們都很like 都說很好先生、很好小姐 一向你們很親切 但親切的時候要記住 如果你有對象要主動出擊 不要只是讓別人過來 你要自己主動一點 如果你想脫單 就一定要表現出你們自己的信心 我那天明做朋友說笑 說我挺好笑的 最終有可能發展對象 經常問有什麼人 可以成為我們留意的人 明年 不知道你是否想 但有機會是什麼 就是年紀較大 哦 挺好 可能是姐姐哥哥 或者是社會地位較高 你留意到他們做老闆級 或者是專業人士 這類都可以 可能他們會比較容易跟你抓電 記得 反而你反過來 你自己要表現得比較思想成就 做事認真 還有你盡責任 你們這種這麼蠢的特質 是會吸引對方的 那健康運呢 我覺得其實今年即來日 是一樣的 很多問題要下年慢慢去處理 不要影響自己 你們工作表現 或者戀愛上面的表現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可能你們貪美 如果你是一百神 可能你有皮膚問題 那你就 認識不到對象 那你就不想 是一樣的 還有免疫系統 和皮膚過敏的情況 可能是 這麼特別 對 而且都是那些老套的 就是要注意平日養生 飲食習慣 睡多覺 你自己的臉也有一點 養生這樣很喜歡 所以整體 我覺得其實明年你們真的都很好 如果真的好 如果真的好 求戀愛關係的朋友 更加好 當然 你本身有伴侶 那些其實你們都會開心 如果 如果本身是見了 或者有另一半的 如果另一半 都可能上生嬰兒 我不知道 如果有上生嬰兒的機會 我覺得明年都大 或者裝修 就是你們整個家庭的環境 完全翻天覆地 但對比下一年 其實明年就是你們的舞台 展現你自己才華的一年 所以明年就 第一 你們工作上都很好發揮 但是要講求創意 記住 第二就是戀愛 我覺得是最強的 所以我沒有把握 如果脫單的朋友 所以應該有五顆星 對 我覺得他們 沒錯 有五顆星 恭喜 恭喜 真心一點 恭喜 恭喜 剛才講完最好 現在 要講最差的 可能這個是我明年 比較運氣最差的星座 就是 Tinky座 講到最差的 我覺得最大影響他們 是家庭關係 是明年 家庭關係 可能會受到很大的考驗 其實一個人的家庭 有些問題 其實什麼都會影響得很深 無論任何工作 愛情 不如我先講到事業運 其實明年跟巨蟹座一樣 我覺得是移政不移動 什麼都不要做 是最好的 有心理準備 明年你們要離開舒適圈 可能你們要走出去 去一些挑戰的環境 加上你們的家庭環境 是令你出現一些變化 其實你變得很沒有安全感 或者你也不太有精神 在你的工作 記住留意 明年就是適應 其實剛才我說 不要轉工 不要創業 我覺得是比較差的 這個環境 反而 當你一個人要靜下來 是要考慮自己有什麼風格 可能你之後要做什麼事 可能我想開展鏡頭生意 其實是怎樣走 怎樣走 這些反而是你做一些背景的事 就是幕後準備的工作是最好的 到後年 其實到後年 2022年是更好一點的 我發現 好了 其實到工作之後 戀愛 我都覺得再一般 更一般 對 其實這個不是明年問題 是這幾年的困難 幾年的困難 海黃色會令他們 影響了他們 在戀愛關係上 常常戴粉紅色眼鏡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如果你有喜歡的人 其實你常常有些不切實際的 還想用期望 到你真的認識了 開始的關係 拍拖 有落差 對 就不是那一回事 我覺得小心一點 其實都說了一句 你當你知道自己 經常都好像過分去 看得對方太美好 那反而你開始前 是不是要想清楚 其實是 確認清楚 對方是哪一個人 令到自己 不要遇到一些外情騙子 因為你們經常都 對 你看不到 那些外情騙子也不奇怪 但是呢 反而 已經有伴侶的人 即是可以結婚 或者拍拖拖的朋友 記緊了 記緊了 要控制自己的定域 避免一些 發生不倫聯 那所以呢 你免有自責煩惱 你本身家裡已經一般 一般 其實因為你們的家庭關係 有點轉變 可能你會忙於搬家 或者買樓都不行 其實呢 大家都知道 如果搬家的朋友就知道 其實休息是很缺乏的 因為你很勞心努力 做這些事 那其實都是 對 都是要多些運動和養生 都是那一句 那我反而覺得 你要多吃一些額外的濕片 民補充自己的額外營養 因為我覺得 你們的等候力會比較差 所以呢 我覺得整體來說 天節在朋友 其實 反而今年 你們是比較 開心的 今年 不是明年 社交圈子很好 很積極去學習 那就是很不幸 因為疫情關係 出不了去旅行 那這樣 但你一到明年 你反而發覺自己的家庭關係 可能真的起了一些變化 又或者你迫著要搬家 或者你家人有些健康問題 那些要小心 那我覺得你 如果跟家人認真 去面對一些 可能你們之間的糾紛 有顆吉星在那個位置 是不是完全差到無人呢 有得翻生的 我覺得有得舊 有得蠻的 但只要你肯去面對 那又說回那麼差 又說回好 其實我覺得 如果明年 你們真的剛才我所說 可能你們半屋 買樓置業的 裝修的 那我覺得 可以做 我覺得整體 其實天蠍做朋友 是比較差 我覺得良立性 不要緊 天蠍做朋友 好好享受今年 今年好嘛 是啊 好 到人馬座了 人馬座朋友 最重要的是 想要冒陷精神 其實明年就適合你們 因為明年是一個逆馬星運 反而進修 增值自己 這件事對你很好 很有益處 我先說你們事業 其實明年就是你們學習的一年 如果你們的頭腦會更清晰 學習又會更快 剛才我說的 逆馬星運 其實明年是可以走走滴滴的一年 如果明年這麼幸運 大家通關 又是那一句 都是要多點去旅行 珍港見聞 可能你去韓國讀化妝課程 注意了 如果你們一向在職場上都是收封 就是小道消息 天文台 天文台 如果你明年做到這一點 其實我覺得是更好的 當然 不是叫你八卦 你快點吸收到第一手消息 對你們來說是有更好的幫助 因為你知道自己什麼時候進 什麼時候退 不過注意了 其實這麼好得來 我要留意就是土星的影響 你們在工作場面上 說話溝通要謹慎 就是不會亂開口說話 即是開口盯著你 對 開口盯著你 可能得罪了老闆級的人物 你就 你不要忘了 是不是 所以一個承受的溝通技巧 是有助你們的事業發展 是的 另一方面 又是很關心戀愛問題 基本上 我覺得明年不是人物做朋友的戀愛 這不是他們的重點 因為我覺得發展他們自己 去多學一些真正的事 反而是你們最關心的事 由於也是 因為水星和剛才說的相似做一樣 你們的伴侶公圍是用水星掌管 所以以明年又是水星逆行的3月時間 1月底 5月底 9月底 這些水星逆行的時間 你與你們的伴侶關係 可能會溝通不足出現問題 如果你單身 這個快點 3月到3月 好像目前為止 最快 3月底到4月底 是你們最佳的紅化月 想拍拖要觸緊這個月的經驗 記住 剛才我又說健康 剛才我剛才說了 逆馬運 反而你們走走 訂機會提供了很多 周圈勞頓 其實很容易引致你們的腰骨問題 小心這件事 還有抵抗力也是要好好提升自己的 天皇星也在你們的健康公安位置 所以你們可能要出現一些大上大陸的問題 即突然出現 你都措手不及 可能要去處理 建議平日 一定要打好你底子 即是你爭取底下 即是你爭取病 其實說到尾 我覺得整體人馬座都是 中上 我覺得他們的運 我覺得明年也挺幸運的 如果外面的世界 如果不是那麼混亂 情好 其實是你們很完妙 尋找自己人生意義 以及找了自己價值的一年 因為 人馬座我先說 冒險性和信念很重要 明年可以隨心所謂 去做一些新嘗試 例如 我又覺得另外 轉工、創業、成家立室 可能買屋 這些都可以試一下 增值自己 最重要是明年是記住 還有讀書 和別人溝通 表達自己 如何有效地表達自己 和別人相處融合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你會給多少分 人馬座 我覺得是幾充實人 好像我說的 3.5% 不錯 不錯 是